大陆陕西省的西安市现在已经变成疫情的重灾区了 陕西22号到23号的一点中 新增了本土确诊臂力91例 其中在西安市的部分就占了84例 从9日以来当地已经累计了本土病例234例了 疫情现在已经蔓延到四省六地 西安市23号开始要实施社区封闭管理 市民足不出户 每户家庭隔日有一个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消息宣布之后 从22号晚间开始就出现大量的市民 涌入附近的超市要来抢购生活用品 超市里挤满抢购物资的人潮 菜家上的青菜水果均被抢购一空 大陆近日本土疫情再起 陕西西安跟在两周内累计多达270个案例 对此当地单位宣布 23日起将对全市90个区域进行封闭管理 而在消息一出 许多刚下班的民众也趁着封城前的几个小时 纷纷涌进超市 而在西安宣布午夜封城后 有网友拍下大批穿着防护衣的防护人员 整齐划衣 犹如部队一般在西安街头集结 深夜时分如此景象 增添了肃杀紧张氛围 不过据上海东方报道 西安市其实不是全面封城 而是针对重点区域进行管理 其中唯有和确诊民众 重叠足迹的封城区踩足不出户 而管控区则是踩远不出区 另外作为最低风险的风险防范区 就是每两天能派出一位家庭成员出门采买 对此官方也表示 除了对三大管控区特别防范 西安在出入限制上只是提倡非必要不离市 并为全面封城停止高速公路或者航班 只要持有48小时核酸证明 及相关单位出入公文 依旧能够外出 各位民众不需要太过惊慌 另外也有不少网友发现 西安宣布封城的日子竟然和武汉封城同日 网友大探真是太巧 不过西安民众除了忙着防堵新冠疫情 当地近日还爆发透过老鼠传播 严重恐怕致死的出血热 主要分为基属型还有家属型这两种类型 如果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老鼠血液 尿液或者粪便都有可能感染 不过专家也表示 出血热不像新冠病毒和SARS 很难人传人 也有专门针对出血热的疫苗 因此民众不必太过惊慌 记者先还有报道 好那么来看到呢 这个拜登啊 是赶在美国圣诞夜的前夕呢 他在今天签下了这个法案 叫做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 未来呢将会限制一些 新疆的产品进口美国 除非这些产品呢 可以获得美方认证 是没有涉及强迫劳动的 否则呢就会被禁止出口到美国 那么美国参众两院呢 是在这个月初相继的通过这一项 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 法案呢 20号的时候就送到了白宫 那么拜登呢只隔了短短三天 就迅速的签署了 那么根据这个生效版的法案文字呢 美国的海关还有这个边境保护局呢 应该要自行来推定 任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完全或是部分开采生产或是制造的一些货品啦 产品接受到美国关税法第307条款的限制 这个美国关税法第307条款规定 禁止进口在他国完全或是部分 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好不过呢 如果某一项产品有获得美国海关认定 是没有涉及到强迫劳动的话 不论是依据这个进口上提供的资讯啦 或是有这个清除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就可以获得进口限制的豁免 讲到这个大陆呢 美中之间呢 另外还有另外一大话题 就是前一阵子这个美方呢 是祭出了外交抵制 抵制这个北京东澳 对此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就讲话了 他说呢 美国跟美国的盟友 在抑制大陆发展的欲望驱使下 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呢 祭出外交抵制 这件事情他认为是一大错误 普丁呢 在这个年度记者会上表示哦 华府呢 把政治卷入体育当中 将无法阻止大陆成为国际间的竞争者 另外针对这个俄乌问题呢 今天普丁也表示了 他说俄罗斯希望避免跟乌克兰 还有西方国家爆发冲突 他说这不是我们偏好的选择 我们也不希望如此 普丁强调呢 俄罗斯这个月交给美国的 这个安全建议 已经获得大致正面的回应了 相关的谈判呢 2022年初将会在日内展开 你再听普丁今天的罪行谈话 接下来关注到全球的疫情哦 因为前几天呢 美国有一间这个叫做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公司 他们旗下有一艘号称这个全球最大邮轮叫做海洋交响号 当时就传出船上呢 至少有48人确诊了 在今天同一间邮轮公司又爆出疫情 另外一艘船 所以总计呢 不到一个星期 有两艘船爆发疫情了 在这一艘船上呢 乘客加上船员 目前至少有55个人确诊 而且因为他们全部都已经接种完疫苗 所以呢 其实都可以算是突破性的感染 那么对此呢 CNN有最新报道 一起来听 讲到这个疫苗呢 白宫发言人莎琪就表示说 白宫现在是很感激前总统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近是施打了疫苗的第三剂 也就是加强针 而且川普甚至公开宣传 大家应该要来接种疫苗 公开称赞疫苗和过去川普的态度呢 相当相当的不同 路透社就报道说呢 川普最近受访的时候表示 他自己自报 我已经打过追加剂了 还形容呢 这个新冠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川普甚至表示呢 一些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啦 或是有去医院接受治疗啦 就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所以呢 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 就会有保护力 这是川普的说法 因此呢 莎琪今天就告诉这个白宫的记者说 我们很感激前总统川普 接种了加强针 也很感激他最近在受访的时候 清楚表示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因为目前美国其实只有这个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打完了规定剂量的疫苗 比率呢 在富裕国家当中算是很低的 有部分原因呢 就是川普所属的这个共和党 带头反对民主党籍的拜登 在这一年来的这个疫苗推广行动 不过呢 川普在这个月十九号 接受了福斯新闻专访 就透露说呢 我已经打了这个追加剂了 过去川普是曾经表示可能不会来接种疫苗 或追加剂 如今他改口也公开支持建议民众呢 要施打疫苗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提供给您